你看過迪士尼,那你知道迪士尼的城堡logo是以哪棟建築物作為範本而設計出來的嗎? 答案就是我們今天故事的主角,星天鵝堡 星天鵝堡並不是一個軍事堡壘,而是國王的行宮 因此有著十分絢麗的外表 同時也是德國最受歡迎的景點之一 今天我們就要帶大家了解星天鵝堡不為人知的小故事 那我們要一起上車囉 大家好,我們是坐火車去旅行,我是站長衛 話說,十九世紀的時候還沒有電影院 看歌劇是當時的人主要的娛樂方式之一 同時也是重要的社交媒介 那有看歌劇的市場,當然就有寫歌劇的人 而鼎鼎大名的華格納就是其中之一 他在1850年的時候呢推出了一部作品叫做羅恩格林 羅恩格林的故事主要在講說從前從前有一個公主 他被想要篡位的人誣陷說他殺害了自己的弟弟 就在這個時候呢,有一個騎士在遠方搭著那個用天鵝拉的小船飄過來 然後騎士就立刻跳下來拯救了公主 並且和公主墜入愛河 兩個人結婚的時候呢,所播放的背景音樂就是現在大家耳熟 然後人鄉的結婚進行曲 羅恩格林的故事就講到這邊 其實華格納本人呢,並沒有看到 在當年在德國威瑪所舉辦的首演 因為在前一年呢,他參加了一個失敗的革命 結果就被政府通緝 人家呢,常常會說人生如戲哦 在他跑路的期間 巴伐利亞有一個小王子叫做路德維希 他就看到了這一個羅恩格林的歌劇 然後深深著迷 尤其是裡面的主角天鵝騎士 據說呢,他甚至會幻想自己就是天鵝騎士 然後常常把自己裝扮成天鵝騎士 但堂堂的王子殿下當然不會就是這樣子就心滿意足 1864年的時候呢,他長大即位 變成了國王之後 他就立刻召見他的偶像華格納來 Donate他的歌劇,幫他還債 然後最後呢,還用他的歌劇羅恩格林作為靈感 興建了星天鵝堡 那星天鵝堡到底應該要蓋在哪裡呢? 路德維希想來想去就想到他從小到大長大的地方叫做施萬高 施萬高這個地方曾經有四座城堡 那政權不斷的更替主任不斷的更換 他曾經是作為宮殿 然後還有防禦用途 但是後來就輾轉成為了獵雄時候的據點 然後還有地方的法院這樣子 到了路德維希的時代的時候呢 這四座城堡已經變成破破爛爛斷圓殘壁 那路德維希的爸爸就把這一塊的土地買了下來 然後在其中一塊遺跡上面改建成那個高天鵝堡 到路德維希長大的時候呢 他就在高天鵝堡旁邊 再另外興建了星天鵝堡 除了星天鵝堡,路德維希還蓋了林德霍夫宮 凡爾賽宮的海倫基姆湖宮 建了可以就是在裡頭聽歌劇的人工鐘鵝石棟 他甚至本來還想要再另外再蓋一座 夢幻程度跟星天鵝堡不相上下的城堡 星天鵝堡呢直到現在都還沒有蓋完 沒有蓋完的原因啊 絕對不是因為路德維希 星天鵝堡還沒蓋完 然後跑去蓋一些起來有個沒的 然後瓦坑布田又開心 其實是因為星天鵝堡的主人 鍾琪醫生在政治上面都不得志 路德維希在18歲的時候就已經繼位了 身高一百九長得很帥 所以他在剛出道的時候 是非常受到當時的人民愛戴的 但是他和慈聖李厚祖一樣 他就是喜歡藝術不喜歡政治 在他剛繼位的時候呢 發生了普奧戰爭 那路德維希就率領巴伐利亞 加入奧地利去對抗普魯士 但是不幸就是戰敗了 結果巴伐利亞就逐漸被那個普魯士所併吞 那本來就不喜歡政治的路德維希呢 就更加排斥政治 他就躲進他的世界 然後開始投入蓋城堡的工作 但是俗話就是說 你不管政治政治還是會找上你 在政權的鬥爭下呢 路德維希就被政府宣判說他精神異常 然後被強制送離新天兒堡 雖然他在那個時候他非常想要跟大家講說 他其實是被奪權 他精神上狀況上面沒有任何的問題 但是為時已晚 然後他就死掉了 就在他被送離新天兒堡的隔天呢 他和負責治療他的精神科醫生 被發現雙雙離奇死亡 新天兒堡也就隨著主人的去世停建 原本規劃360個房間 最後只蓋完了14個房間 其中還有一大部分是因為 當時的政府想要開放新天兒堡給民眾參觀 那為了路線上面的順暢 才另外興建的 如果路德維希那時候沒有去世的話 現在新天兒堡應該會長得非常不一樣 後來又說回來 路德維希本人其實生前的時候 並不想要開放新天兒堡 但是奪權的政府當然沒有在管 他絕對不會放棄任何可以賺錢的機會 所以路德維希在去世沒多久之後呢 新天兒堡就變成了觀光聖地 最早的時候呢 民眾甚至是不需要透過導遊走既定的路線 民眾可以自由自在的在那個城堡裡面探索 參觀的時候可以在 新天兒堡裡面發現哪些羅恩格林 還有其他華格納歌劇的小彩蛋呢 如果你對照一下當初羅恩格林歌劇的草圖 你就會發現劇中第二幕的城堡 就是後來的新天兒堡本人 然後裡頭的庭院呢也是根據當時的歌劇裡面設計的 天兒騎士和公主結婚時候的城堡的背景 去設計的 除了天兒騎士 路德維希也很喜歡中世紀的聖杯騎士叫做帕西瓦爾 所以他就用聖杯的概念去設計了新天兒堡的寶座室 而且城堡裡面就像粉絲房間裡面貼滿了電影海報一樣 放滿了華格納歌劇的壁畫 像是寢室裡面的崔斯坦與伊索德 歌劇廳裡面的帕西法爾 同時呢雖然這座城堡的風格走中古世紀風 但是裡面的設備可是非常的現代 裡頭有水龍頭有沖水馬桶 然後水龍頭還分冷水跟熱水 身為一個天兒空 水龍頭當然也是天兒形狀囉 廚房裡面除了有烤盤 溫盤器具還有送餐用的貨梯 用人房裡面有電鈴 然後他們還利用捲吊裝置和鍋爐房 去設計出暖氣的設備 也許你會很難去想像說一個中古世紀裡面的城堡 居然有這些什麼沖水馬桶水龍頭有的沒的 還有電梯 但是去對照一下歷史你就會發現 在1869年的時候 人類已經發明了吸塵器 發明了電話 然後連那個雲霄飛車都已經就是出現了 所以一個國王的行宮裡面有沖水馬桶 真的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直到現在新天鵝堡已經變成迪士尼的logo 然後睡美人的城堡 德國的象徵 杜德維希二世的少女星呢 也變成了全世界的少女星 那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邊 我們每週都會更新影片 別忘了按讚點擊追蹤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週見喔 掰掰